大家看,这个就是兰花的圆腐病 那么怎么引起这个兰花的圆腐病呢 就是气温太高 然后我们浇雪的时候 这个水流到这个夜心里面 长时间没有干透 那么它就会在这个夜心里面慢慢的腐烂 尤其是像这种新长出来的新芽 所以说在夏季我们养兰花 浇雪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个水 尽量的不要流到夜心里面 尤其是我们在给它用水肥的时候 因为水或者肥残留在里面长时间不干 那么它就会在这个夜心里面腐烂 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浇雪一定要避免这一点 浇雪之后就要尽快的通风 或者是我们浇雪的时候 沿着花盆的边缘来浇雪就可以了 不要浇到夜心 那么我们给它喷水的话 也尽量的不要过度的喷 水壶一定要选物化好一点的 不要用那个物化不好的水壶 导致形成小水珠直接流到这个夜心里面 还有一个就是给它用药来预防 一般到了夏季之后 我们都会一个月用一次这个二美龄来对水浇灌 兰花的根部 这样的话也可以有效的预防这个病害的发生 包括常见的烂根 进腐 软腐 根腐都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在夏季这段时间 养兰花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 不然的话出现这种情况是很难控制的 而且它具有一定的传染性 大家一定要在夏季这段时间保护好我们的兰花 让它安全度下季 好了 我们下期见 还